在去年8月1號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其實以國家元首的身份 為了過去400年來各代的殖民者 對台灣元住民族的壓迫 他在去年8月1號以國家元首的身份 向所有的元住民族道歉 那在這個道歉之後 其實大家可能可以在新聞上看到 有非常多針對不同異敵的爭議 其實我們原金正為什麼今天在這邊 因為我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是 在台灣社會我們沒有辦法有一個平台 或是一個空間 大家好好的來談 原住民政策到底需要什麼 我們到底面臨了什麼問題 以及現在的政府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是我們要的 還是我們不要的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做了一個 線上的政策監督的平台 我們原金正覺得原住民族的政策討論一直缺乏整體的圖像 執政單位一直趁著這樣的空隙 忽略重大問題 略施小匯來彰顯自己的得證 那從來都沒有提出整體的政策 也不願意面對重大的問題 那我們認為原住民族的政策應該要開放 並且公開透明的讓族人來參與 並不是每次一端出一個政策 那族人就開始抗議開始動員 那我們又要上街頭 我們主要是透過 蔡英文總統在總統大選的時間 提出的原住民族政策的主張 還有再加上去年8月1號 向原住民族道歉他所提到的各項的承諾 然後進一步的去歸納匯整出 總共是往下拉這個網站 大家就可以看到 有10項的原住民族的政策 那這個是比較上層的這些 大家可以看這邊是比較清楚的 總共是10個領域 那在這個領域之間 我們會在區分成底下的各個子的子項目 這些政策總共有37個具體的政策 那我們依據這些整理出來的內容 跟蔡英文總統的承諾 去做出盡量客觀的一些評價 跟他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呈現 那也是因為會考量到 會有一些不太熟悉原民政策的社會大眾 所以我們會在每一個項目底下 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我在這邊可以操作給大家看 比如說我們點土地權利的這一項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一個關於這一大項的政策 它的說明 就是為什麼在原住民族政策當中 要包含到土地權利的這一項 那這對於原住民族來說 它的重要之處是什麼 然後底下會呈現 我們整理出來認為 這一個項目裡面它的執行進度是如何 進到子項目的時候你點選 比如說我現在要看畫設並公道傳統領域 為什麼這個的執行進度是重大爭議 那在這裡面我們也去 從參考過去政策的執行歷程 然後會來羅列各方的意見 那其實我們也去看了原轉會的會議紀錄 以及行政院總統原住民族政策主張 各部會分工的列管表演 然後再加上立法院的各個公開的資料 所以依據這些執行狀況跟各界的評價 才會出現我們在這邊給予它的這個進度的評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在右邊這一塊是關於這項政策 從總統做出承諾之後他執行的歷程 那這邊是背景的說明 以及原本蔡英文總統是怎麼說的 我們會把它原封不動的放在這邊 那在關於跨色並公告傳統領域的部分 會放的是各方的意見 就是說關於這個政策的推行 有什麼樣的比如說族人或者是社會 呈現出什麼樣不同的聲音 甚至是之所以我們會把這一項放成重大正義的 然後在每一個紙項目當中 我們都會再放有可能是新聞 或者是其他一些學者專家的文章 然後希望可以讓大家更清楚的了解到 有關這一項政策裡面有什麼樣的內容 跟各方不同的說法 好這個是網站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會有一個我要評分 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進來 然後運用臉書的帳號登入之後 好 就是你可以針對每一個紙項目來進行評分 比如說畫社並公告傳統領域是重大爭議 然後無論是府方或者是人民會 其實沒有我們看不見一個清楚的 可以解決這個爭議的誠意跟辦法 所以我想給他一顆心 那他上面就會告訴你說 你已經完成評分了 那每一個項目當中都可以做這個評分 好 那我們最後得到蔡政府在這上台一週年以來 總共的整體評價是 有七項是完全沒有進度的 這個七項是包括 憲法增加原住民族專章 還有積極實現聯合國語言權宣言 成立土地調查委員會 完成制定土台法與土地補償 還有擴大都市原住民族政治參與機會 以及傳統醫療知識附贈 最後是擴大教育補助 所以在這七項當中其實是在 不管是外界也好 或是由我們經過剛剛所說明的 這個一些細碎的整理跟統整 其實這七項是完全沒有辦法看到 蔡政府或是說原民會在這部分 有做出過任何的可以被理解的進度 所以有七項完全沒有進度 有五項還才在規劃中而已 沒有明確的方向 那十六項是開始推動 就是說可能有一定的必須透過修法 那已經開始在推動有修法的方向跟草案的內容 或者是開始召開公經會 那五項的部分是五項有部分的達成 那這裡面三十七項當中只有四項是完全達成的 劃設並公告傳統領域的部分 那大家都很清楚說 這個最大的爭議點就是在私有地 他並沒有被納入辦法內 這樣子 那平埔父權他會覺得他的爭議的點 也是在於原住民身份法 他是另外增加所謂平埔原住民這個身份別 那他的權利是另外訂定的 那這會讓就是相關的代表們 他們覺得他們的身份啊 是刻意被蓄意被區隔開來 跟一般我們的原住民族原本平地原住民族的身份來說 那在另外文化教育的部分 他下面有個指項目是 營造獨立自主原民媒體的環境 那這一項的話更是有產生 就是當初董監事領選的時候有相關黑箱的新聞 所以這會是我們評斷 覺得他是具有很重大的爭議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總共聽 從前面這樣一路聽下來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目前蔡英文政府在於原住民族政策的話 我們以原青的立場這樣客觀地說的話 其實也是有值得稱讚的地方 例如原住民族語言法的通過 那他讓原住民族的語言 確立一個國家語言的地位這樣 那但是因為目前已經任期 剩下兩年十個月 所以他其實這樣子看下來 整個他的執行的進度上面 其實是還有很多可以在進步的空間 那我們最後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透過這樣的平台 第一我們要來監督政府 去實現一下一下他們的承諾 第二我們其實更想要讓大家知道的事情是 這樣子的平台我們要提供社會大眾的資訊 原住民的人口在台灣算只有2% 但是我們存在的歷史是這個台灣島上歷史的98% 那我們希望讓98%不是原住民的人 來好好的認識這98%的歷史到底發生什麼事 以及未來我們如何共同的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原住民族的權力回復跟政策落實 絕對不是特權 絕對也不是要排擠不是原住民的人 傳統領域的回復也絕對不會叫不是原住民的人去跳海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非常認真的整理非常多的資訊 讓大家可以去一一的檢視跟認識原住民族權利的架構 進而能夠懂得在這塊土地上彼此尊重 然後我們一起好好的創造更好的生活